疫情衝擊 許多行業被掃到 高雄鳥松家具街 一間佔地四百坪 開了十五年的家具店 老闆張貼紅色布條 營業到十月三十一號就要收了 隔壁的業者也在出清存貨 準備結束營業 是不是真的受到疫情影響 還是廣告噱頭充滿氣呢 業者強調 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生意真的很慘 一個月接不到一個客人 不關門怎麼辦呢 高雄鳥松家具街 佔地四百坪的店面掛出了紅布條 左邊被疫情打敗 結束營業 擔心民眾不相信 老闆在右邊又打出了 即日起到十月三十一號為止 而門口還張貼了倒數的貼數 有民眾就衝著業者要結束營業 要來撿便宜 對啊 真的要比較便宜 大概便宜一成吧 就來順便看一看 剪了這個貼的這個布條 對啊 是不是真的受到疫情影響 業者打出廣告噱頭 刺激買氣 實際走進店裡面 各式家具都標示了特價品 但家人的門市冷冷清清 剛上門的時候一個客人都沒有 做了二十八年的業務員 跑來招呼 拍胸脯 掛保證 十月底老闆覺得會關門 業者強調所言不假 而緊鄰這家家具店 賣美式家具的業者 招牌同樣張掛結束營業 全館大出清 老闆娘說被疫情掃到 最慘的情況 一個月下來一個客人都沒接到 再來這一波根本沒有人 這麼慘 三層樓的店面總計兩百四十坪 老闆娘說如今把三樓的存貨已經賣掉了 把所有家具出清以後就要收了 被疫情打敗的不只家具街 這家老字號的江浙餐館 趁著中秋節的前夕賣 蘇式月餅充業績 手工蘇式月餅千層酥皮用料扎實 老闆說儘管疫情降級 但室內限制八十人 因此只能夠想辦法做生意 付員工薪水 疫情衝擊 還見不到停損點 許多行業面臨存亡之秋 記者翁城黃耀明高雄報導 記者 黃耀明高雄